不是这样呢 思辰 希希 是我打扰到你们了吗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找希希的 对不起啊 希希 上次那个专访让你备受攻击 都是我的问题 我也没想到 会让你受到那么大伤害 你可以原谅我吗 算了 算了 反正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但是 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把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的 那我先走了 我回去就让他们立刻发稿道歉 谢谢你啊 希希 没事 是 他在看我干嘛 喂 飞扬 告诉他们今天会议全部取消 我今天不去公司了 飞扬 会议还是照常进行吧 你们总裁会准时到的 拜拜 顾希希 你现在当着我的面 都敢先斩后奏了 这怎么算是先斩后奏呢 你作为一个总裁怎么可以说 翘班就翘班呢 我再帮你维护总裁的形象 那作为你的老公 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待着 但是呢 我已经答应飞扬了呀 你要是不去那不就怪我了 你放心 我会乖乖在店里的 等你回来 好了 快去吧 你 必须怪怪的 嗯 放心吧 嗯 你有没有发现尹总今天怪怪的 今天上午艾米拿错了文件 尹总竟然没有怪他 这放在以前根本不可能 尹总好 辛苦 对吧 我有这种感觉 尹总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 现在对谁都笑西西的 等一下 西西 什么西西 你们两个是西西的朋友吗 西西 不认识 你这套衣服是在西西买的吗 嗯 是的 尹总 眼光不错 这个月奖金你们俩搭配 什么 你让我教你谈恋爱 别太骄傲 哎呦喂 你也有今天哪 你要知道从小都是我抄你作业 现在你来请教我了 不对啊 你不是结婚了吗 你 你跟我说你出鬼谁了 出什么鬼啊 我是觉得我和顾兮兮 从认识到闪婚 直接跳过了恋爱这个阶段 我想把这个遗憾给补回来 那倒是 你只要堆人了 等等 来 恋爱宝典 咦 这可是我这么多年的辛酸恋爱史啊 我跟你说 这里面 你拿着吧 反正我也有娜娜了 我告诉你啊 这里面呢 不仅有甜言蜜语 还有 约会地点推荐种种 约会在第几章节 第七章 第八节 看恋爱的关系 然后找话题 然后推进 最后安定 有的你学呢 怎么不说谢谢啊 一字换一把吧 我 不就是吃个饭而已吗 怎么还这么紧张啊 思辰 第一天约会你就给我迟到了 嗯 嗯 没有吧 一分钟而已 送给你的 谢谢啊 好漂亮 您老实回答我 嗯 你为什么这么好看 嗯 嗯 嗯 哎 是不是跟上课学的 土味清化 油嘴滑舌 以后不许说了 啊 老婆大人 这个语气也像上课的 也不许 嗯 来 嗯 嗯 不给 好讨厌啊 哈哈 啊 你这份牛排 你这份牛排 还不错啊 嗯 好好吃啊 嗯 我什么时候能找个这样的男朋友呢 哎呀 你男朋友对你也不错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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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觉得很好吃啊 那我再帮你叫一份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嗯 嗯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救我 是